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烟 因为欠火他才生烟啊 我们插队的时候做知青 在明北当知青 兰知青最怕的就是轮到他做吹事员 包括我 做一个礼拜吹事员 吕之青就很愿意做 他天生的就会吹事 就是炒不炒火 那个柴火啊就点不着 烟雾浓浓的 而吹字欠火才是生烟 而烟字才是一个吹字 因火而成吹嘛 对不对啊 这两个字也弄错了 再比如说这个方和圆 外国人学中国汉字的头 他死都不承认这个方字是个方字 说他一点都不方正 他说这个圆才是方方正正的 他讲的 所以说这个圆和方 连外国人都发现是倒过来了 还有的是没有以讹传讹 传下来是对的 但是在理解上 有概念上的错误 长久以来 多少年来 人们总是认为对是正确的 错是失败的 是不对的 而恰恰 你们看看这两个字 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创造的 先讲这个对子 对子是手里面握着一个叶子 树叶 错字是金子般的过去 一个人在不断地犯错误的过程中间 他才会走向正确 他才不会摘跟斗 对未必是对的 错未必是错的 错有的时候比对更有价值 就好像知语无知 尤其是今天我用来说网络 在座的不要太沉免于网络 网络给你带来极大的便利的同时 它给你太多的泡沫知识 伪知识 假知识 你如果24小时坐下来 你下来如果我考你 你今天看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 你能够回答出十条吗 一片浆湖 都是垃圾信件 都是垃圾邮件 都是垃圾的知识 不能这么讲 但是很多是这样子的 那么知 你好像知道了很多 有的时候无知要比知好 文字语 杀的都是有知识的人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 对不对 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皇帝 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中国历史上 制造文字语最多冤案的 就是乾隆 要知道 知识有的时候是一种伤害 所以说有人说 知识的知识 看古人是怎么造字的 是射入口中的剑 知的越多 重的剑就越多 受伤就越厉害 然后有人不同意 说不对 老师 不能这么讲 我认为是射出口中的剑 知识 有没有一个出口三人啊 有 有这个成语 那应该是这样讲 老师和学生各受对的一半 总的来讲知 未必是都是正确的 他有的时候也会筑成大错 有些秘密你不知道 你就逃过一劫 对吧 如果你知道了 追杀着追着你天涯海角都要把你灭掉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尤其在今天这个信息的时代 我们要选取有用的知识 不是什么都知 有的时候无知会比知更有效 在这个说词里面还漏掉了一个 凤凰的凤跟鸭子的鸭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也完全弄颠倒了 你一看也就明白了 是不是啊 凤凰的凤 假等的鸟啊 对不对 而这个凤是什么 凡是一个鸟子 是不是啊 凡鸟啊 凡鸟才是鸭子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鸭子是凤 凤是鸭子 这两个字也弄错了 也弄倒了 然后我们讲这个说字完了 讲第四节说词 词汇量掌握的越多 我说了越有助于你写作 就像字掌握的越多 越有助于你写字一样 词主掌握的越多 也就是成语掌握的越多 越有助于你写字 这个都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可以相提并论的 那么说词 比如说青睐 我们要掌握词汇量大的前提 是要了解 要懂得这个词的含义 我们很多的时候 对这个词 对这个字 似是而非 或者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这是造成的你好像认知比较多 但是你不能流畅地 自如地运用它的原因 因为你自己心里没底嘛 亲爱 亲爱的意思你们知道 赖字是什么意思啊 我写在这里了 邪是叫赖 这个亲爱这个词 出自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吉 阮吉它最善于做清白眼 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正眼看你 正眼看你的话 就是眼人是黑色的是不是啊 黑到极致是青色的是吗 因为施老师是色嘛 我听说黑是特别黑 就是叫青是不是啊 或者是接近于黑是吧 接近于黑是青 反正那就是 这个黑色的眼人 正眼看你的时候 眼人对着你 就是青眼看你 成语叫青眼有加 对吧 那么阮吉不喜欢一个人呢 他就斜视 他就臂力 斜视呢 就是什么 眼白多于眼黑的看人 是不是啊 就是赖 赖 那赖既然是一个不好的词 他斜着看人 怎么青耐是一个褒语词呢 因为他组合成青耐 就是个褒语词 青耐怎么解释呢 青眼就是 我喜欢这个人的话 我正眼看你也顺 我斜眼看你也顺 我看你的头也顺 我看你的脚也顺 正看反看都顺 这就叫做青耐有加 青眼有加 这个耐是这么来的 有的时候 你这个词 你会懂得练 你会懂得写 可是你会把他的意识 用错掉 比如说 露脸 你哪怕是练露脸也行 他应该是露脸 那么露脸 就是包一词 露面 就是扁一词 比如说 张艺谋 他让 张子怡露脸了 比如说赵本山 他让小沈阳露脸了 给他机会表现 叫露脸 而露面 就是贬义词 比如说我们看电影 你们经常讲 那个老狐狸又露面了 是不是 这是贬义词 你不能拿去 给他混在一起 虽然都讲的是脸 但他性质完全不同 所以说用词要准确 要得担 还有就是蛮好 从中央台到地方台 电视的字幕上 都是打成野蛮的蛮 难道我们的男同学 真的喜欢找野蛮的女友吗 蛮好蛮好 它是江浙的语言的发音问题 比如说蛮好 他都是美好美好 他发第二声 结果人家就以为是野蛮的蛮 野蛮从来是不好的 还有刹车 刹车如果是过去 你必须写成这个刹 因为我们写文章写到最后 叫做结尾是不是 也叫做刹尾 刹是停止的意思 写到这里写完了 停止了 叫刹尾 而刹车是 今天字典里面才把它收进去 捧这个刹车 因为大家都这么写 都写刹车刹车 连据说交通 这个规则里面的考试 都是现在这个刹车了 而这个刹车固然有停止的意思 它更多的是一个佛教的用语 它讲的是时间的短暂 一刹那有没有啊 那么刹那是多少呢 我在这里写给你了 八刹那为一链 二十链为一顺 就是一瞬间啊 二十顺为一坛子 那你看坛子一挥间 一瞬间一刹那都形容 时间过得很快 很短暂 那么刹那是最短最短的 一天里面有四百八十万个刹那 或者二十四万个瞬间 一天 二十四小时 或者十二千个坛子 还有容易写错读错的词 那就是过去 你写从容都不会写错 可是你都会念从容 在过去念从容就是错的 考播音员的时候 你去考教师证的时候 他经常会拿这个字来考你 如果你念上从容 不及格 现在可以了 现在从容了 连中央台的播音员都叫从容了 那么创伤 还是只能念创伤 不能念创伤 挫折 只能念挫折 而不能念挫折 挫折啊 粘贴 只能念粘贴 而不能念粘贴 烟红 北方的学生都是会念烟红 只有我们南方的学生 啊 鲜血英红啊 家境英识是英识 烟红又是烟红 所以说一道多音字 仍容易念错 冰灵 不能念平灵 丢三落四 不能念丢三落四 这个在北方的学生 也基本上不会错 南方的学生就一错到底 落字有四个读音 它永远就是一落到底 丢三落四 大大捞 大大啰啰 大大啰啰 我这里打不出这个啰子 我就变成这个啰子 大大啰啰 大大啰啰什么意思啊 大大方方的意思 北方才用的 大大方方就是大大啰啰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落地 那就是 落 辣 捞 捞 四个音 大大捞捞 大大啰啰 那么这几个词 希望大家知道 之前不知道可以原谅 之后知道也可以 不知道也可以原谅 但是最好知道 碧岸 是传说中的一种兽 长得很像老虎 因为它很严正 所以说 分剑时代的劳门上 一定画一个大大的 大家都说是虎头 那不对 那就是碧岸的头 它样子像老虎 碧戏 三个背 一个师 一个背 是龙王的第九个儿子 他长得像龟 他力气很大 善于负重 所以说你到陵园里面去 到古墓群里面去 经常会看见 有一个很大的石碑 放在一个乌龟上面 有没有啊 那不是乌龟 那就是碧戏 龙王有九个儿子 九个儿子各有各的神通 比如说第五个儿子 还是第九个儿子 我们现在农村的墙上 还有这个屋檐上面的尖角 有没有画一个兽 柱一个兽 然后对着天 嘴巴张大大的 有没有啊 那也是龙王的 其中的一个儿子 他会叫 他会大声地吼叫 会把贼下走 还有的龙王的儿子 是祖风 他会掌管这个风 各种各种的神通 还有就是朴树 朴树的这个朴 也有四个读音 多数人只知道两个读音 一 朴树 二 朝鲜族的姓 朴是吧 他还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念坡刀 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刀具 坡刀 坡刀有两种 一种是短并的 一种是长并的 可以再马上挥舞的 这都念坡而不念仆刀 我曾经听过那个评书先生 在电台里面说评书 那鸟大汗 使得一柄好扑刀 笑掉大牙 还有第四个读音 破 有一种树就叫破树 有一个歌手叫朴树 他原来是姓朴 朴存心的朴 他叫朴树 没有错 可是他改成这个破树以后 他就不是朴树了 他就是破树 这个破树有十几种品种 其中有一两种呢 它的这个树皮 可以做药材 它这个药材的功效 跟黄莲大同小异 它经常跟黄莲在一起用 所以说陕西有一个作家叫做叶管琴 他写的一个长篇小说 就叫做黄莲厚破 所以说朴树 他原来叫朴树不假 他的父母都是北大的教授 他有哥哥有姐姐 他的哥哥叫做朴时 他哥哥会弹一首好吉他 会弹首分琴的什么 什么小提琴还是什么 这个朴树小时候很崇拜他哥哥 结果他清除于难而胜于难 哥哥朴树没有人知道 石头的石 这个破树就出了大名了 可是他不知道还是朴树 还有人说 哦 这是朴树 他念破 破树 富州郊区有一个旅游景点 叫做浪崎岛有没有啊 浪崎岛上就有150亩地的破树 结果当地的导游都告诉你 我们这里有一片150亩的朴树 还有这两个字怎么念 浪崎 不是你没有读 浪崎 浪崎是真有其人 但是浪崎跟胡秦始皇的妈妈私通 这是真事 然后浪崎站着赵太后的这个势力 把他分为常姓侯 然后他就造反 然后秦始皇就恨死了他 因为他给他生下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来 他恨死了他 秦始皇的个子也很高啊 一米九啊 个子大 秦始皇活到了五十七岁 他死得早 他如果不死 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 秦始皇除了焚书坑儒 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以外 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 震惊世界的伟业 对吧 这点我们要肯定他 那他给他杀掉了 然后第二年又借烙矮的事件 把吕不韦 把他的雅父 重父就是雅父 他称他为父亲啊 像父亲一样 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始皇啊 他把吕不韦也干掉了 秦始皇 他在宫廷之术的方面 不输于康熙 他的水平 这个恋 莫其谢 莫其是父姓 这是残害叶飞的凶手之一 你们不要只知道秦桧 叶飞的案子的 秦桧他作为宰相 他怎么好亲自审啊 是由张俊 他跟叶飞有戏 来整这个叶飞 然后莫其谢 帮助助纣为虐 莫其谢 莫其谢的谢是多音字 他同时又念有 是一种酒句 三朝的时候 有一种虎食人有 是我们国宝级的青铜器 国宝级的酒句 以后 如果有谁考你 以后你们要考教师证的 什么东西啊 刚才讲了 除了这个破树啊 这个烟红啊 什么什么挫折 创伤啊 考你而外 他说不定就会拎出 这个莫其谢来 如果你莫其谢 这个老师就会把你收下来了 第五节 说一下词主 词主 就是有两个词以上 组成的 就叫做词主 词主多数以成语的形式出现 任何两个以上的词组合 都叫做词主 打扫卫生 新社会 整顿纪律等等 晒太阳也是词主 比如说你高中英语里面 都要掌握核心词主 这一段话里面 几个核心的词主 词会 会了 你就能够翻译出来 是吧 词主 我们说字 说词 现在说词主 这个词主 主要的就掌握成语 现代汉语词典里面 写的多数是四个字的成语 你们有空 有事没事 就给它拿出来看看 像读小说一样 会读得你兴畏岸然的 容易写错读错的成语 传子之荒 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了 翻心为爱 爱是停止 正在兴起 还没有停止 叫做翻心为爱 自怨自意的 怨是埋怨 意是改正 后面引申为埋怨的意思 自己埋怨自己 不断地毁清了肠子 叫做自怨自意